大家好,我是波比医生 我上周的时候开始用Garmin的运动手表了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讨教一下 希望有用Garmin手表的朋友特别有经验的跟我分享 我为什么要换呢? 因为这次回国已经带一直带的Fitbit Versa 3 带了差不多一年 结果没有Charger充电的东西可能落在国内了 回来之后再买了一个充电也不合适 所以就想这次也换一下 因为呢,Garmin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能够测VO2max 还有一个呢,它对GPS比较敏感 所以它能够测出来你去外面跑步 这个事情呢,这个对我来说比较有好处 还有可以测养饱和度 O2set 这个我觉得对我有好处 因为我一直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点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所以我想看一下晚上是不是自己的O2 就是养饱和度会降下来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非常便宜 那个时候上周买的时候有一个减价是97块钱 加上运费呢,大概100多一点 我非常开心,因为它有很高级的 有945,975等等的 我想我现在还是比较初级 我没有想法去跑马啊 或者是铁人三线啊 所以这些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它这个有几个好处呢 跟Fitbit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是 它对这个心率啊 这些可以养饱和度啊 都可以在屏幕上直接看到 它还有一个叫做压力的指数 和你的身体的能量指数 就是说你是不是要没电了 要去充电去了 这个我觉得比较主观 它说的我要没电了 我觉得自己还挺有电的 这个就不一定了 再有呢 它的一个好处是 它有几个办法让你根据表 跟着表来进行呼吸的放松的训练 这一点我想我以后也会用 再有它的这个屏幕呢 我觉得也还是内容都比较丰富 比如说你走了多少步啊 睡觉睡得怎么样啊 这些都有 我现在就说几个我有的问题吧 一个是说这个睡眠 它给你分期 有深睡眠 有睡眠的总长度 还有快速动眼期 还有就是轻睡眠 这些都一样 但是它没有一个总共的一个 整体的睡眠的一个数据 我还挺喜欢原来的那个Fatebit 它就告诉你整体睡眠数据84啊 反正一般80以上就比较好 现在没有这个 我有一点觉得遗憾 再有一个很有意思 我是觉得这个O2 氧气的好像测的我有点低 它说我平均才94 可是我在诊所压测都是97 98 99 为什么是这样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看我晚上夜里睡眠的时候 真的有到80多的时候 这有帮助我下决心 一定要尽快联系我的肺科医生 去做一个在实验室的睡晚上测睡眠的这种检查 叫Sleep Study 好这个都不错 再有它比较好的就是 确实是你如果去运动了 它会告诉你 你走路走多长时间 跑步跑多长时间 这个比在Fatebit里面 Fatebit只是给你显示出来你心率的变化 它并没有说你跑步了 你走路了 没有那么快的敏感的感应性 但是这个有一个缺点 我发现它测心率不是特别准 我有一个用在身上戴一个带子 测心率 我的最高心率今天跑步的时候到了170 这个只测出来是140几 所以这个差距就太大了 这点让我觉得到时候我要去 真的是去跑步做耐力训练的时候 我还是会带我的正式的身上 一个带子的这种测心率 然后那个测心率的是搭配这个叫 Polar Beat测这种能够把心率测得非常准 所以你就把心率推到第四个区间 然后再放松两分钟再推上去 这样能够确保你有足够的Zone 4 第四个区间高强度的心肺训练 我的心肺训练耐力训练时间不长 每周两次每次在40分钟以内 大概是25到40分钟之内 然后每周两次撸铁 但是今天运动量比较大 早上撸铁 中午去爬山 下午跑步 所以就感觉比较累 好 如果大家对Garmin有经验 希望跟我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